这个不用写这个在书上就有了 第一个我们看 第一个佛的诸佛常法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第二页 第二个 诸佛法相名为佛法 只是我们把导师说的来说明而已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也是我常说的 这个它是在说明 佛法简单讲叫佛的法 那佛的法又可以分为诸佛常法跟入佛法相 明为佛法 那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它简单来就是说诸佛常法 就是我们讲法性法处法界的那个法 法的概念很 法的这个概念很广 那诸佛常法的法 其实就是法性法处法界的法 那个是什么 所绝证的法就是真理 真理 佛所觉悟的真理 那么这个真理是佛佛道统的 每一尊佛都是因为见着这个真理 其实我们就叫做无我 缘起无我 那么如果我们要讲多一点 就是缘起 见缘起即见法 缘起四地 中道 有一个叫中道正法 无我 那么这个都是 有这个语合二心的 缘起至到中道无我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真理 诸佛常法 所有的法佛佛道统 都是因为见了这个才叫做佛 所有的佛都是见了这个 那么录佛法相就是什么 觉悟真理的方法 就是正真理的方法 怎么样可以见缘起 怎么样可以见四地 见地 怎么样可以正中道 怎么样可以正无我 就是觉正 如何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就两部分 从真理这一面来讲 叫做真理 正真理的方法 从众生这一面来讲 叫做苦的原因 及离苦的方法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离苦 从真理这一面来讲 什么是真理 如何正得真理 它具有这两部分 那么这个比较偏重 就是真理 如何正真理 就是正真理的方法 正物或是觉悟 或是觉见 正物真理的方法 方法是定 这个时候有时候又叫做叫法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先大概这样知道 我们再来看这个导师的说法 就知道了 他说 一佛的法 而隐身其意义 又得两个解说 一个叫做诸佛藏法 第二个就是入佛法 那先来看第一个 法是本来如此的 就是前面讲的 有本然性 那有普遍性 有恒常性 法性 法处 法界 佛是创觉 世间实相者的尊真 实相就是真理 如实相 真实相 那么其实就是真理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因为谁改变 不会因为时空改变 所以我们常常 末法的观念 其实就是没有法的 就是不符合这样的观念 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这两个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末法观念 就改变了 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说 真理这样就是这样 谁要觉悟都必须见到这个真理 那么这个教法也是真的 你依这个教法 你只要如此依这个教法修行 你就能够见这个真理 他也是 不论时间 不是说两千年前可以 两千年后就不能 不是说印度人可以 中国人就不能 中国人可以 台湾人就不能 不是这样 那就没有普遍性 他没有普遍性 他不是有三个性吗 法性 法术 法界 他恒常性 普遍性 本然性 他一直是这样 他本来是这样 他到处都这样 所以两千年前跟两千年后 他不会因为 两千年后这个教法可以正真理 两千年前可以 佛陀时代可以 佛陀灭后两千年末法 这个教法就不能正真理了 那这样就违反这个理德 他不可能这样 所以这个教法 正物真理的方法 其实就是八正道 我们讲了 或是戒定位 不管 其实就是一八正道可以录虐法 唯一的道路 那么 这个他依然具有 法性 法处 法界 不管你是在两千年 他本来就这样 这个不是释迦摩尼佛 让他这样的 不是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发现的 那你说 佛佛道童 等一下会讲 佛佛道童 那你说 释迦摩尼佛一八正道 得解脱 阿弥陀佛比较伟大 不用 他依念佛名号就可以解脱 那这样就改变了 是不是 他就没有本然性了 阿弥陀佛功德比较大 愿力比较强 所以 他不要一八正道 不用 他只要一经念佛 就可以解脱 那这样是不是改变了 那这样就不符合法的原则 规则 所以他有什么 法性 法处 法界 这个教法 这个佛的法 都在佛法里面 那佛法本来就有 法性 法处 法界 包括这个真理 所证的真理 跟证真理的方法 佛所证的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不会因为佛的不同 而改变 因为每一经佛都是因为这样成佛的 他见的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这种题再看 所以他这里讲 法是本来如此的 佛是创觉世间实相的存称 就是真理 实相就是真理 如实相 如实知 如实见 那么 谁能创觉 长片的鬼律 长就是一直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片就是普遍是这样 这是法性法处 那鬼律 鬼就是长 那律就是原则 就是他这种理 他这种理则 长片的理则 谁就是佛 不论是过去的 现在的 还是未来的 有一样啊 要师佛也这样 阿处佛也这样 释迦摩尼佛也这样 就是阿弥陀佛也这样 你不能说阿弥陀佛 愿力比较强 所以不用修八圣道 没有啊 你没有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 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天天都怎么样 五根五立七绝治八圣道 还不是一样 天天都念佛念法念生 还不是一样 所以 不管是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诸佛 一切佛 始终是佛佛道统 这个道 就是中道 这个道 就是八正道 也就是苦极灭道的道 释迦佛的法 与一切佛的法 平等 平等 现在很多人 没有 释迦佛的这个法 那么比较烈 阿弥陀佛的法 比较强 法生佛 譬如这那佛的法 更强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你就误会佛法了 真的 这个要把这个佛法概论 前面这个序言 读上一千遍 看有没有比较深刻一点 其实是佛佛道统 而且是平等平等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称佛的 所以所见得的真理都一样 第二个叫做录佛法相 那么名为佛法 就是佛法 就是两个 一个叫做出佛常法 一个叫录佛法相 简单讲就是 佛所证的真理 跟佛告诉我们 证真理的方法 其实就这样 那法是长片的 因佛的创建 而称之为佛法 佛地子依佛绝证 而流出的教法去修行 佛没有讲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 就是佛一个人爬到山上 那么他从山上再往下看 他就告诉你 走到这个山上有几条路 他就知道了 也许有些路是他没走过 但是他就告诉你 但是都要从哪里开始走 就是他的原则都是要走 那一条路 那也许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他一定都是那一条路而已 那所以 你看他这里就类似像这样 佛爬到最高的山上了 那告诉你 因为他走过来 他实际上是走过来的 此事 此事苦 奴因之 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急 奴因断 此事急 我已断 那么此事 此事到 奴因修 此事到 我已修 此事灭 奴因正 此事灭 我因正 知苦 断及 正面 修道 那么这个是 他的方法 他说告诉你 我是这样修过来的 你也必须要这样修 所以 这个就是教法 所以我们刚才讲 所正的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通常我们就叫他的教法 所以有时候叫佛教佛教 佛的教法 那么 因这个教法而修行 具体在一起的 叫做教团 那我们叫做僧团 那 同样 决正佛所决正的 传部佛所传部的 在佛法的流行中 就是佛弟子 佛弟子 依佛所说 觉悟到这个法 然后再 跟佛一样 去修这个法 比如说舍利佛 目见人 舍利佛 我们比如说 简单简讲 说这个 这个马圣比丘 吴比丘之一 他这个正的这个 阿罗安之后 他去修法 然后遇到了舍利佛 跟舍利佛讲元旗法 马圣比丘的元旗法 他见到元旗法 是依释迦佛跟他说 他才见到元旗法 见到这个真理 见到这个真理 比如说元旗 元旗四地 重道无我 他见到这个真理 比如说我们讲元旗 那这个元旗之后 他见到舍利佛 跟舍利佛说 舍利佛问他 你是归 你是依子谁 因为他看到我语言好 那你是依子谁 那你师父都跟你讲些什么 所以你的师父是谁 你师父都说些什么 印度人见面通常都问这个 因为他们众传承 你的传承不对 他就觉得 你再怎么厉害也没有用 那个马尚比丘就跟他讲 他就讲核心 那他的师父是释迦摩尼 那他说的法很多很深奥 我就跟你讲最重要的 大概就最重要的 诸法一年生 诸法一年面 就讲这样而已 舍利佛就正果了 就见言起了 当然他过去 他已经修很久了 他就见言起 那么舍利佛见言起之后 马上去跟牧见人说 都还没见到佛 都还没见到佛 可是见法是见佛 见佛还不一定见法 但见法是见佛 那么继续跟牧见人说 牧见人还没看到 舍利佛还没跟他讲 他单单看到舍利佛的脸色都不一样 他就知道舍利佛已经得到东西 那舍利佛看到马尚比丘的物位不一样 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东西 你看 这个观察很会戏 观察很会戏 那么 这个舍利佛都还没开口 牧见人就跟他讲 你是不是得了什么 这个舍利佛就说是 就跟他讲远起 牧见人当下也见远起 我每次听到讲这个 我都很羡慕 为什么 为什么我讲这么久 我都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影子 但是也有 就是稍微我们 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 这过去要累积 要常常累积 常常与远起去想 一起想 我们还好 我们还知道远起 很多人根本就不管这个东西 好 那之后 之后两个人一起来跟佛陀出家 圣了阿罗安 目见人七天 舍利佛出五天 圣了阿罗安之后 就去跟人家讲远起 你看就是这样 告诉人家怎么见远起 那每一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有些人要先让他进入信心 有些人要让他先持戒 有些人要先让他怎么样 就好像说 你只要走这条路走到哪里 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一朵花 就是像这样 可是这个人 这个人全身都没有力 他走不到一百步 他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要先训练他的脚 对不对 这个人 这个人 食物带不够 走到那边要五天 他只有带一天的粮食 不行 要先他 叫他怎么样 先累积粮食 累积五天的粮食才可以 所以方法就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演变成非常非常的多 那 就是因为后来每个人 如果每个人来的跟基督一样 就像舍利福 沐建人这样 那就简单了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 来的人不一样 有的不良旅行的 走路走不对的 有的走路不会走的 有的方向 你告诉他往南方一起走 他便会往北方走 所以要先让他确认 什么是南方 什么是北方 那走到那边要五天 他只有一天的粮食 他这个脚的力量 只能够走一天 那个地方有蚊子 他钉到他就会肿 所以要先让他 先让他免疫力增强 蚊子钉到不会肿 不然就走不下去 这种非常多的状况 所以后来为什么 教法会那么多 其实就是 针对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有些人 我不要到那里 我只要到哪里就好了 所以后来才有 所谓的五称佛法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本来的教法很简单 本来的教法很简单 就是怎么解脱而已 后来就不是了 而且就变成我们说的 五称佛法 那五称佛法又有各种不同的 所以以前的佛陀之代 你要来出家就开始修行了 后来就不是啦 后来出家要先等几个月 要先等几个月哦 你如果是外道来的 那个邪件太重了 那不行 然后 然后再慢慢 然后以前来说出家就出家 投屁了 那么自己把投屁了 架杂批的就出家了 后来不是还要三思七正 才证明你出家 那时候还要问遮难 以前没有的 以前来出家就出家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法是没有变的哦 法是没有变的 法是没有变的 好 那我们在我底下看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教法会怎么复杂就这样 但是你依领自己的情况 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复杂 不用每一个都学了 因为那个是别人 针对别人的情况说的 那你具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你就是一样 就是不会差的 基本上就发生到界定位啦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说 决正佛所决正的 然后再传部佛所传部的 就像舍利佛目见人这样 在佛法的流行中 后来就 不只是说 还要解释 还要再说明怎么样 就开始非常很多 所以开始有所谓的论 阿比达摩 那种种种种的说明 然后开始有辟意 所以三藏十二部就出来了 就是十二部经 那魏神说啊 什么啊 方广啊 都非常多 就是各种 各种体材不同 针对各种众真 各种说明的佛法就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后来有所谓的十二部 十二类的佛法 有祭宋啊 有长行啊 这个是最初的 然后慢慢就开始有讲因缘的啦 有编故事的啦 然后有讲这个 有讲这个 未成有的啦 有细细解释的啦 辟意的啦 反正一大堆 非常多 所以开始有解说 觉者 禅发了 佛的法 禅养 显发 佛说的法 使佛法的圣身 广大 能充分的表达出来 这佛弟子所觉 所说的 佛陀所觉所说的 一开始是佛陀所觉所说的 后来佛弟子也依佛所说的 觉到佛所觉的 然后再去说佛所说的 所以佛跟弟子 那么这佛弟子 所觉所说的 当然也是佛法 所以佛法主要 大致论说有五种人说 那主要是佛跟佛弟子 那佛弟子里面又有分哦 佛弟子里面又有分 在家跟出家 徐达多也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第一的 有一个词合第一的 在家的 也很厉害 那么 佛法最重要主要是 佛跟佛弟子 主要是佛 佛弟子 那佛弟子主要分在家跟出家 那么在家 在家又分两类哦 天跟人哦 天上也有佛弟子哦 或是人 天是 有些人只得生到天上去 有些是佛到天上说法的时候 他成为佛弟子 那通常 通常是 通常多的是 在人间是佛弟子 生到天上去的 那还是佛弟子 那主要 所以常常人天导师嘛 天人天人 那么在家主要是天跟人 天上没有出家 那人间才有 那天上人间 那主要是佛弟子 那在家里面又分 男众跟女众 出家也是这样分 在家也是这样分 在家也有分男众跟女众 那男众就是 比丘跟沙咪 女众就是 沙咪跟沙咪尼跟自叉摩纳尼 就五众 那出家 出家就是 又不是又波尹 那么他们也说法哦 有些也说法 那主要是出家 主要是出家 主要是出家 在佛陀之代 那不过到了出级大圣 在家中的地位就提升上来 那 佛法刚传来中国的时候 主要是出家中 在修学佛法跟弘扬佛法 到了 到了明清之后 在家中的地位就很重要 很多都是在家中在弘扬的 出家中就开始 就比较 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是也是有 但是就是变成 在家中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像民国之旗也是这样 清朝也是 很多在家中都很厉害 那到宋朝 有很多在家中 修学佛法就都很厉害 好 我们让底下看 所以 这个佛 佛弟子所 这佛弟子所说的 当然也是佛法 那并不是佛说的 亲口说的才是佛法 不是 佛弟子 很多是佛弟子 阿兰基很多也是佛弟子说的 很多都是 舍利佛 穆建年 乃至于这个家丹元说的 阿兰说的也有 那么 阿兰说的有一些是 阿兰听佛说的 有一些是阿兰自己说的 但是自己说的 这个也是依佛法 所觉悟的佛法来的 那 像 像这个沙咪 有一个沙咪是佛的儿子 罗赫罗 他也常常为人家说法 那么佛头就说 阿兰基里面 因为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证无我 佛头就说那你去为人家说 五云 说缘起 说六处 说五云无我 说六处无我 说缘起无我 讲了几次以后 他越讲越深刻 他就怎么样 他就生物无我了 他为别人说的 也是佛法 也是佛法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这两点是佛法应有的解说 但我们所知道的诸佛常法 到底是创始于释迦摩尼佛 依世尊的本教为根源的 根本教法 那根本教法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阿涵 在阿涵之前 其实也有解极佛法 阿涵是大家说解极的 那么之前就有所谓的法句经 其实在佛陀还在的时候就有解极 当时没有输完 所以很多人会把佛所有的法 用一个寄送 串联起来 然后常常背诵 当时就有 或是有一些经 有一些经是在当时就流行的 其实是有的 但是不多 后来大家说解极的 这个是我们说权威的 因为都是有五百大阿罗汉阶级的 那民间阶级的就不是不一定 只是这个人去听佛说 然后把常常听佛说的串联起来这样 那流传在世间 或是有一些要为了要交后面的后面出家的地址 我们说最有名的作律盘托诀 送的那个寄送 那个时候佛头还在 但是你不是刚开始是跟在佛身边 后来出家不是跟在佛身边的 就在神团里面 你不一定见到佛 你不一定是依佛出家的 你可能依舍利佛出家 依阿兰出家 依目见人出家 你可能住在那个地方很远 你住在守卫国 佛在王守城你也见不到 佛在王守城你在守卫国你也见不到 然后就是 那你在屁舍利 你也佛在守卫城你也见不到 那你就在那里 那各处都有道场 你也不一定见到佛 但是你要怎么知道佛法呢 就是有一些人会把听过佛说的法 那么当时就会告诉你 那你就是欲这样修 其实是这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佛力都在佛身边 没有啊 没有 那个时候你看很有两岸佛头从那里到那里 那并不是所有的力都跟着他走 没有啊 有些人就留在那道场里面而已啊 有些人也没有见过我 他是依加丹元 依阿纳利 依谁出家的 就因为他们是阿罗安 他们就教他 其实这样 但是你也会编辑佛说的法 在流传 那么像周历盘托节 那个时候要出教的 就要依这个记忆来修行 最早的记忆基本上就是 诸如末座 重上重前 自尽其一 那么就是依这样来修 然后会告诉你怎么样修 那么就是依各个老师 不同 重点会不同 如果物件人教的就比较偏残变 如果大家社交的可能比较重戒律 那个如果是依利佛教的可能就比较重戒律 当年教的就比较分别明相分别比较清楚 所以每个人教的不太一样 但是都能够就是重点 他的喜好不一样 那都能够带你进入解脱 那比如说像 但是都有一个简要的修行的 一个盖要 那个是佛祖子之代就有了 所以周历盘托节那个时候要出家 他就要依这个祭来修行 守口设益生莫范 莫老一切诸有情 正念官知益尽空 无益知苦当年龄 这个就是佛陀时代就有了 那不只是这个祭 还有很多祭 那后来佛陀在就开始有法俱经的流行 已经有法俱经跟一些经典的流行 已经有了 佛陀灭后 佛陀灭后 正式的集结就是阿罕经 正式集结就是阿罕经 那这个是权威性的 我们叫做官方的 好 那这个叫做根本佛法 这个后来叫做根本佛教 所以佛教一般 从佛教史上看 根本佛教是佛陀时代的佛法 佛陀时代 佛及佛弟子所有的 都是根本佛教 那么佛陀灭后 开始流传 从佛陀灭后 一直到布派之间 这个叫做原始佛教 那到了布派 这叫布派佛教了 就开始分布了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 布派佛教之后 有所谓的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之后 有所谓的秘密大圣佛教 大概就分这五大类了 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根本 从佛的这个 所以他这里讲 依世尊的本教为根源 一般我们就叫做 根本佛教是依世尊所教导的为根本 佛弟子所宏布的是否佛法 在乎他是否契有世尊根本教法的特点 那么这个本教是以释迦佛为主 那如果这个佛弟子弘扬的跟释迦佛的一样 那个就是释迦佛的本教一样 那所以叫做入国法相 那这个有一些讲的可能不一样 因为佛陀时代有分两种 一种是圣者 一种是凡夫 佛弟子也有分 不是你跟佛出家都解脱 没有 很多没有解脱的 这个在阿安心里也看得到 这个人听到佛说法之后 然后就去跟人家讲 讲出来的有点怪怪的 人家就去跟佛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讲 比如说燕摩家 很有名的燕摩家 那就是说 以我听佛说法 人死了以后就都不存在了 断面 佛统没有这样说啊 这个不是佛说的 我亲眼听着佛这样讲的 这个意思 不是 所以佛就好像跳过来 说我是这样说 其实我没有这样说 以后不要说这个是我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些事会这样跟他说 所以佛弟子去外面讲的 不一定是佛法 那佛弟子里面也有分嘛 我们说除了在家出家之外 从入佛法像 从入佛法像这个地方来看 就有所谓的 凡夫 跟圣者 圣贤 圣者 他安静常常讲 余次无闻凡夫 跟智慧多闻圣地者 但是多闻也不一定 就有可以圣者 就是他闻的不是正法 或是他没有如理思闻 余次无闻凡夫 那当然相对的就是智慧多闻 圣地者 圣地者 就圣者 那么佛弟子基本上分这个 那 传夫基本上又分外道 一般来讲就是沙门婆罗门 这个是外道 或是 或是一般的百姓 那这个是宗教上的 佛法常见就是沙门婆罗门 那么圣者里面 其实又分有为跟无为 不是有为无为 有学跟无学 就是究竟不究竟 这个智慧究竟不究竟 有学跟无学 那么 传夫里面 传夫里面如果是佛弟子 从沙门婆罗门来 从外道来的 从一般的民间来的 从外道进来的 沙门婆罗门外道进来 进来做佛弟子的 那有一些是没有 他平常就没有信教 他只是来信修 修学佛法 就一般的平民百姓来的 那么 这样是这两个 那外道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沙门婆罗门 沙门婆罗门 好 那么 这一些都是传夫 那传夫也 听了佛法之后 他也有一句讲啊 他讲的其实不一定是佛法 就是他理解 他以为如果是外道的 他会带外道的思想 所以后来出家 外道思想都要先观察六个月 这个思想有没有改变 不然你自己讲说 我是佛教徒 这个我是从佛法 我这个佛统那边来写的 结果你讲的是参加了你 讲了你自己的东西的 根本佛法就没有这样说 那一般的百姓 他虽然没有外道思想 但是他们那个 一般民间的观念 自属宗教的 那么他也有 他没有办法 那圣子里面也有分 有学无学 那无学的阿罗安 讲的当然是 肯定没有错 那有学的 他见真理的 大概也不会错到哪里 就是他那个核心的部分 不会错 那那个系的部分 可能容许有一些偏差 但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那正出国的是非常多的 有学是出国 二国 三国 很多在家里都正出国 二国 三国 千年也有 你要知道 那佛弟子里面 正出国 二国的也是很多 好 所以 所以他对你 佛弟子所宏布的是否佛法 在乎他是 是否契合侍尊根本教法的特质 那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 现在在弘法的这么多 不管在家出家 你就会发现 这些人讲的真的是佛法吗 我每次看到那个水路滑卫 我都很感叹 你看到那个水路滑卫 一进去 就很震撼 什么都很震撼 两边 那个坛场里面先不要看 先看坛场外面 两边就一定有五匹马 十匹马 有没有 有没有参加过的 十匹马 然后 然后这个马 这个子马上面还有草哦 还给他吃草哦 然后 你后来修行的功德 就要靠这些 这一些子能子马 是持者 然后上去报给佛头知道的 是这样子的吗 我说现在没有人骑马了 现在都开飞机了 现在真的有人烧飞机了 有人烧飞机的 那你说那应该用手机的 你用手机传简性不就更快 烧个手机给他 iPhone的手机给他就好了 让佛头也有一支 我们有一支 然后直接传简性 多少人在这里 你需要多少功德不就好了 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有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那就很奇怪了 那参加那个法会 这个人生病死的 还要煎一副药 这个鬼 这个鬼 因这个病死的 就要用药 你也不看那个鬼 是用什么病死的 你还要煎他一样的药 是不是 那糖要病死的 你要给他胰岛素啊 是不是 高血因要死的 你要给他高血压的药啊 降血压的药啊 那你不是啊 反正生病死的 就有一副药 然后这个药 就可以让他做鬼 不再生病 这个是佛法吗 肯定不是吗 那但是很多人相信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 也没办法 所以那么多人 就是因为没有证件 所以才会相信那种 像庙堂啊 庙天啊 如圣宴啊 他们就觉得 哇 佛法 而且那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呢 中产阶级的呢 也很奇怪 所以 不一定有知识就有智慧了 不一定你熟读的多 佛教看的多 你就有智慧 不是 就算是当子 你是跟佛出家的 我告诉你 你都不一定是 契合于佛法的 何况现在这么复杂 那很多人 那很多人其实是很冤枉 老实讲 很虔诚 也发心 但是 那个种子 下到不对的田里面 那就是长不出什么果实来 就没办法 那这个有时候 跟他过去的远 有关系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们这一代 一定要坚持证件 你如果没有坚持证件 你就是参加那一些 比如说你喜欢参加水路 你只是举臉 你喜欢参加水路 那觉得你的祖先 你要超度 这么那么殊胜 像现在 南传 北传 战传都合在一起 超度 南传都没有这种超度法 但是也加了一个坛 那我们就听得很殊胜 你要知道 你这辈子这样观念 你觉得无妨 那这辈子就跟这些人结缘 这辈子就修这个法 一直到你死后 你再来的时候 你会遇见哪些人 你会对哪些法 听起来相似 厕受 跟你这辈子有关系啊 对不对 你前辈子为什么 你这辈子看这个人 特别顺眼 是因为 你前辈子 就常常跟他在一起嘛 麻吉麻吉的嘛 那你这辈子 为什么看到这个法 很相应 你前辈子都常常这样修啊 你不要以为没关系 有关系 你来的时候 是带着你过去的习惯 心念 跟因缘来 阅历来 你走的时候 还是带着这些走 那么下辈子 你就容易遇见这样的人 遇见这样的人 这样的法 你就会喜欢 你就会修学 就这样 学见真上 你以为没关系哦 我告诉你 关系可大了 你为了以后要生在 有正见的地方 容易跟正见相应 容易像舍利弗这样 听到元旗法 一下子就弃路 你必须现在就要很努力的怎么样 输了元旗法 你如果现在就是重感应 哪里有感应 你就哪里去 哪里有感应 你就相信 都是靠外力 以后 你就会生在一个 讲感应的地方 你会遇见 讲感应的人 你偶尔身上会发生感应的事 你就这样 一字一字的感应 虽然也学佛 但学的不是佛 虽然也修法 修的不是佛法 你自以为是 其实不是 感应也一样有 外道都有感应啊 怎么会没有感应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啊 可是 你离佛法越远 越近近 离佛法越远 可不可惜 可不可怜 可怜啊 可不可悲 可悲啊 所以 我们这一次修学 一定要 从佛法上坚持 我们不要去 就好像 你皈依佛 终不皈依 外道 协重 皈依法 终不皈依外道 协重 就是说 我们不去跟他结缘 我们也不照那个业 我们不起那个念 我们不欢喜 我们不排斥 但不欢喜 就是说 我不认同你 但我也不会排斥你 因为那是你的因缘嘛 你的 你的因缘就在这里啊 那 你修修这个 你信基督教 你要信谁 信谁 我不否定你 我也不排斥你 但我不随喜 我不随喜啊 我也不肯定 但是 我不回报你 我不排斥你 我不佛定你 但我不跟你随喜 我不随顺 我不随喜 那这样 久了久了 因为你的心 都在正见上 都在正法上 你就算什么时候走 你以后 因为 佛法是讲元旗的嘛 有因有缘嘛 依你的业 依你的缘 你会生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样的人 遇见什么样的法 你会欢喜相去 这个很重要啊 为什么你会生在 邪见边地 有恶因恶远 因为 你以前都是 邪见相应嘛 你以前都是 邪法相应嘛 你要怪谁 你以前都不好好 思维佛法的道理嘛 你只是 讲感应嘛 念佛 念经 念咒 你就要求感应嘛 所以导致 你的头脑 没有思维佛法 这一块嘛 以后 看见经典 看见就想睡觉 怎么读 人家一读就知道 你怎么读就是读不懂 明明是这个意思 你也可以想到那个意思去 为什么 你以前就是 不中这个的啊 没有 那个心没有 思考法的 那个力量 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啊 文是文 不会如理思维啊 以导致于 你 听是喜欢听 可是就是怎么听 听不懂 谁造成的 那你自己造成的啊 那你这个就是原体啊 现在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坚持在正法上学习 而不是 那你说 那我两边都做 我告诉你 你从求感应这一边就有求感应的因缘 真的 真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就是努力从正法上去努力 就是从正法上去努力 而不是 就是要讲究 要讲究与法相应 文师修正要从这个次定 不是只是知道 哪一个佛愿力最大 哪一个菩萨最感应 然后我们就念哪一本经功德最大 哪一个菩萨最慈悲 哪一个佛愿力最大 我们就念那个佛 那个菩萨迈不经 不是啊 你如果还有这样的思想 我告诉你 你就算修一辈子 修的越久 你跟外道相应的越多 你的智慧门壁的越厚 越不能 越不能成就 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的 现在的人不知道 就喜欢感激啊 热闹 然后 觉得 这个诵经啊 诵咒啦 念佛啦 然后就 就 就 出圣 然后当你专心的时候 当然你会有感应 但真正的感应是 你明白道理 相应不是感应 一定是自立的 不是他立的 这个一定是要 很清楚 要不然你下辈子再来 我告诉你 你会遇见什么人 你是什么状态 会遇见什么人 会喜欢什么事 跟你这一辈子是相续的哦 我们走的时候 因业 因习惯 因心念 我们来的时候 带着上辈子 前辈子的业 习惯 跟心念 然后 因为你这一些导致你的缘 那么你会遇见什么人 哪一些人会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是因为你上辈子就影响他受他影响 你就欢喜 那所以你就跟这些人结缘 那你就在这些法里面深入 这辈子 比如说你就信妙禅的 因为信了妙禅之后 你的身体变好 你的身体变好 你就觉得这个妙禅有法律 那你就天天在那边感恩师父 参叹师父 然后你就是供养他 供养他什么 你未来 妙禅会不会再来 会 你会不会再来 会 会不会遇见 会 你遇见了他会不会喜欢他 会 看一看 你看 你就是这样吗 你难得学习佛法了 结果到头来 学的还不是佛法 那所以应该要好好的 思维这个道理 就是真的要以法为本 好我们在我底下看 所以 他到底是不是佛法 要跟他契合 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质 那教法我们说过了 就是 他是证真理的方法 就是教法 那真理是什么 你一定要先确认 怎么样证着这个真理 佛说的真理是什么 那真理是什么 其实就是三法院 或是缘起 我们说缘起重道 四弟无我 那可以 就三个原则 无我 是由无常 出行无常 出法无我 那么由无我 得涅槃 得解脱 所以 因严格的贯彻 要严格 就是坚持 那我们不要 就是说 如果可以 我们就不要去参加那一些法会 真的 因为你参加一次 你的缘就生一次 它就影响你一次 真的 就真的是这样 那如果要参加 就参加那一种 比较正见的法会 你常常靠那些鬼神 所以你说 我们说 刚才说 有一个居士 他修那个 修那个张查木轮 他说 这个可不可以修 也不是不能修 但是你常常修 你习惯靠这个 你有没有倾鉴 要靠那个木头跟你讲 就好像我们宝贝 我可不可以修这个法 宝贝 观音菩萨说可以 那可以啦 就像我说过 我以前 我以前 有意见一个法师 他出家之后 他很苦恼 他想还俗 他也不知道 要不要还俗 还俗后会不会好 他就去 他就不好意思 跑到佛教的庙里面去问 跑到道教的庙里面问 我是继续出家 还是还俗好 然后去问 那道教里面 也有观音菩萨 那也不好问其他的 问观音菩萨 那有一个法师 要盖庙 要盖庙 然后 他也不知道 在这个地方盖庙好不好 所以他就去 去庙里面抽签 问神看看 这个 在这个地方盖这个庙 好不好 抽签 神跟他讲 可以 上方签 盖了 我告诉你 包括众生养成习惯 算命 算命抽签 普卦 问神 问佛 我告诉你 最好不要养成这个习惯 你养成习惯 不感应还好 一感应 你就惨了 你要依赖他 一辈子 本来是大事才问 后来小事 也不安心 也要问 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 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这种完全是 没有智慧的习惯 所以凡事 依智慧 冷静 观察 分析 然后下决定 就算错误 没关系 为什么 你知道错在哪里 你问神的 就算对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因为神说对 对不对 那么错了 你也不敢怪神 你就去问另外一个神就是了 这个不理你 你就去问另外一个 你永远没完没了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 但很多佛教徒都这样啊 很糟糕 所以 你一定要依佛法的 佛法告诉你 你苦极灭到就是 你有问题 找出那个问题的原因 那个问题 不容易找出来 那是因为你不够冷静 你的经验太少 或是你分析的不够多 不够有智慧 学习就好了 不断的累积 智慧是累积来的 不断不断冷静的 就是定跟会吧 冷静的观察 仔细的分析 然后正确的下决定 就算错误 你也会知道错在哪里 下次因为我上次做过这个决定 不对 所以 就是你下次上次做的那个判断 错误了 所以知道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是错的 所以你离正确的就越来越近 那么有一次这个就对了 那么他就是对了 他不会错 可是问神的就不一定哦 问神的不一定哦 这一次对不保证下一次也会对哦 所以 学习佛法的人一定不可以 我们说还是要以法 不管你的对象是佛 是阿弥陀佛 是要师佛 是地藏王菩萨 是观音菩萨 我告诉你 你的这个观念都是鬼神相恋 都是鬼神相恋 真的 好一点的是天神 差一点的就是鬼神 那不要养全这种习惯 这个是佛陀在仪教经里面 也是战三教戒的 你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 以后就是一物自己而已 耽误自己而已 好不容易得人生来修前 问佛法了 结果糟蹋了佛法 浪费了佛法 浪费了人生糟蹋了佛法 就可惜啊 所以佛陀常常讲 可怜悯 也不能将于什么 你也不是可恶 你就是可怜 那不要让自己成为佛法中 可怜的人 那一些没有学习佛法的 他就没有学习 当然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你已经学习佛法了 还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你比他们还可怜 比外道还可怜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严格的贯彻 这一个鉴定 所以要正见真上 就是要这样 你要坚持你所学的佛法 我要坚持走正确的路 就算这样对我有好处 我也不要这样做 就好像梁武帝发了愿 即使我因为学佛而痛苦 我都要学佛 即使我因为不学佛而生天享乐 我都不会学道教 学其他的宗教 就算学这个宗教会让我生天享乐 学佛会让我痛苦 我都要学佛 但是真正学佛不会让你痛苦 你要有这个见地 要有这个决心 所以他这里讲 抉择流行中的 俱佛常瓦 以弟子的论述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的什么 这些经论 所以你要抉择清楚 因为这些 尤其是后期的 惨杂了很多外道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三茶三二月报军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加入 占卜这一个 这个不是佛教的 这个不是 就是你要分别 分别的抉择 所以运顺导师讲 立本于根本佛教的存仆 弘扬中期佛教的行者 那么在要 就是要抉择 这个后期佛教是确当的 这是哪一些 有些是参的人 我们现在的佛教 参了很多 像你就像水路那个 那个参的太离谱了 那念书文 这个是道教的 这个也不是佛教的 佛教没有书文这种东西 没有 那很多犯败法器这一些 其实佛法原来也没有这些的 其实是没有 那个是跟 佛罗门教 后来佛教里面的道教 是有一些 都有一些关联 那佛罗门教都中这个 遗鬼遗事 但是有一些遗鬼也很有用 他也不是没用 那为了受受当子的人 那比如说像烟共啊火共啊这些 这个都不是佛法 这本来的外道法 但是有时候为了受受这些人 也不反对他这样做 但是告诉他不能只这样做 后来就变成 那个法师说你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一开始要这样做 后来就变成一开始这样做 然后后来才这样做 就变成是佛法的一部分 不是 不是 所以就变成 现在有很多人在 修这个烟共啊火共啊 就是你的福报 你用这些烟共养这一些神 那神就会给你福报 那个都是鬼神 要吸烟的都是鬼神 天神才不吸烟的 天神失一得一失死得死 他吃饱饭还要你共养他 他福报都比你小 那他福报比你小 他还可以给你福报 你去跟穷人要钱 跟乞丐要钱 没有搞错 对不对 你去跟乞丐学习 怎么致富的方法 你如果要修福报 你要跟天神学啊 那你用这个烟去共养这些鬼神 然后再提酒鬼神 试给你福报 那你不是颠倒 试鬼拿去招 是不是 这个哪有可能 就算你要求佛给你福报 佛都不能给你福报 你要知道 第一个这个观念就错误 福报不是给的 是修的 佛告诉你怎样得福报 你要布施 你要原谅众生 你要 你要护持佛教 那么这些福报 从这些来的 那你求佛 求菩萨给你福报 他也给不了你 他只告诉你 怎么样得福报 就好像 你求医生 试给你健康 医生没有办法 试给你健康 医生只是告诉你 你怎么样 可以获得健康 你叫佛头是给你福报 是给你智慧 佛头没办法 他只告诉你怎么得智慧 怎么得福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好 所以 抉择流行中 诸佛藏法与弟子的论述 就是 你要 你要稍微抉择一下 你不要多信啊 佛陀直带 跟佛出家的佛弟子 说的都不能够完全相信了 佛陀灭后 差了那么多 你就要完全相信 你说 这个是佛说的 是不是佛说的 还不一定 佛弟子说的 主书大德说的 我告诉你 也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你要稍微抉择 我用什么来抉择 用根本佛教来抉择 所以 立本于根本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成本 立本就是你 阿含天的这样的 比如说以参法院 以言启 以四弟 以宗道 这个概念 以无我 这个概念 来抉择一切的法 合不合乎 那么 并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他是谁 而是他说的法 合不合乎 原来佛说的这个道理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的恩与众真 皆共成果道 厉害